来到山东不能不去三孔 三孔分别是孔福 孔庙和孔灵 今天我会跟大家一一解说 首先 孔府又称颜圣公府 是孔子的世袭颜圣公的后代居住的府地 根据字面解释 可以理解为是孔子居住的地方 但这样说并不准确 更确切地说是孔子后裔居住的地方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稍后再做解答 孔府基本上是明清两代的建筑 包括厅 堂 楼 宣等463间 共久近院落 孔府的主题部分在中路 前为官雅 有三唐六厅 后为内宅 有前上房 前后唐楼 配楼 后六间等 最后为花园 孔府仿照 封建王朝的六部 而设六厅 是一座典型的中国贵族门户之家 有号称天下第一人家的说法 根据孔子嘉宇的记载 在孔子去世后第二年 即鲁哀公十七年 立庙与孔子旧宅 这时也不过仅 庙屋三间 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说 故所居堂弟子内 后世因 庙藏孔子衣冠 秦车书 至于汉二百年不绝 自汉至未尽 确理孔子故宅 一直属于一庙为宅 庙宅合一的状态 从这我们可以了解到 其实孔子生前居住简陋 绝不是我们现在所见的 久近院落规模的宅子 孔府现今的规模 是随着孔子后世官位的升迁 和绝风的提高 而不断的扩大 至宋 明 清 孔府的规模 一占地约七点四公顷 由古建筑四百八十间 孔子死后 被埋葬在孔林 孔林是孔子及其后裔的专用墓地 林内拥有坟种十万余座 孔子墓位于孔林中部 封图呈燕府形 孔林埋葬孔子长孙 一致第七十六代 唐系子孙一致七十八代 从周至今 全无间断 孔子墓位于孔林中 偏南地段 东边为其子 求水猴孔孔林的墓 前为其孙 其国殊胜公孔吉之墓 此种特殊墓穴 布局称之为 邪子抱孙 祖坟地的埋葬顺序 提现了掌幼尊碑 亦以词保佑孔家世代昌盛 严民不绝 今天对三孔的介绍就到这儿 谢谢您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